童谣 公子可是在找 当年与慕容将军 从小一起长大的顾娇啊 这儿我们都查过了 他早就已经不住在这儿了 既然玉阁主 对凤凰关如此熟悉 可否帮忙一查 公子吩咐了 我们定当尽全力 可是我最近听说 公子和云府的郡主 好像走得很近 我想公子不是不知道 这慕容家的冤案 就是这个云老王爷 盖棺定论的 如今 天圣的三皇子 愿意谋反 我们何不借此机会 让天圣大乱一场 我并不觉得天圣的百姓 该承受我们的愤怒和恨意 更不该承受 生灵涂炭的战争后果 公子如此的仁慈 在我们齐国昌盛之时 或许可以做一位闲者 可是如今 国破家网 山河破碎 你作为慕容家的后人 如此妇人之人 我实在是不敢沟通 道不通 不相为谋 告辞 你马上要从暗道赶去外城 带到父皇派兵前来 我会派兰家的人追杀你和卫阳 如此一来 父皇自然不会怀疑你 可这是为何 我不想将你牵涉其中 现在我只能立即起兵了 没有推路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去阵前部署吧 不用管我 走到这一步 我还怕谁呀 你我之间虽说只是权宜之计 可今晚内城动荡不安 作为男人 总归要来看看你是否安好 这不是怜悯 而是责任所在 况且 我还有个承诺要兑现 你不必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们之间 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既然答应了 我绝不誓言 他竟然要起兵了 不行 我得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容卿 想去通风报信吧 晚了 把他放了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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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转眼就会卖了你 三殿下 可是你说的 程大师要不择手段 更不能耳女私情 叶天忆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娟儿 我只想听你亲口说一句 粮草和军备 是不是你接走的 没错 我只不过是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罢了 孙殿下 既然我答应你 同坐一条船 人我可以给你 只不过 杀不杀 就看你的了 现在未明很乱 跟着我 才是最安全的 要杀就杀 少废话 你明知道我不会伤害你 三殿下 你最好不要心润 他对我还有用 快 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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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出 快 再说一遍 哪里的叛军 皇上 凤凰官已带的 凤火台逐城点起 想必叛军已经在 凤凰官集结 一路挺进 已经往都城开拔了 你臣贼子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啊 三殿下和景世子呢 陛下 此事若没有人理应外合 很难成事 说不定叛军 就是他们其中之一 陛下 此事还要查探清楚为妙 臣以为最适合的人选 莫过于四殿下 卓 四皇子清然为讨逆先锋 持阵虎符 即刻点兵十万 前往凤凰官 儿臣领命 快上 快 快走啊 快 走 快点 快点 过好了 小心点 快点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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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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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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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來 來 快快快 快快快 小朋友 你娘呢 我娘不見了 誠意在打仗 孩子 謝謝你啊 這兵荒馬亂的 你趕緊走吧 不能跟上 你要去哪儿 我不能这样放人下去 你听我说 让他们内斗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如果错过了 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莫格上下 用全凭公子拆解 血流成河的时间我不需要 玉阁处 道不同不相为貌 好自为之 景世子 四殿下 我三哥呢 我没看到三殿下 我和玉阳突然遭到叛军的埋伏 幸亏四殿下来得及时 几方叛军肯定是有备而来 就等着这场磅礴大眼 对了 派进哪儿来的 是景世子 我就等着这场磅礴大眼 救命 走 蓝叶 看看我亲手造就的这绝妙战场 看 锦世子 你真要与我为敌吗 天下这盘棋 岂是你我能选择 我命由我不由天 难道锦世子不是这么想吗 你要知道 现如今 我们的处境一样 敌人也是一样的 更应该惺惺相惜互相辅佐 三殿下渴望权力 却因为你一人治野心 治全天下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你这样 不会太残忍了吗 当年父皇将慕容府满门抄斩 锦世子 不一样苟且偷生吗 我能理解你这些年隐忍的痛苦 你我现在境与相同 难道不应该 更加惺惺相惜吗 话虽然有理 但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不同 你可以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裹挟全城的百姓 只为给你自己铺垫一条地网路 哪怕是血系天圣 也在所不惜 而我背负血海深仇 而我背负血海深仇 讨要的是天理与公道 你与我 站在仇恨的两端 一鸣一暗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说得冠冕堂皇 但我想你心中 却未必这样想吧 锦世子 你和你身边的人几番筹缪 为的 又是什么 仇恨只是个影子 叫做莫相望 我选择的路 不过是有能力保护我所在乎的人罢了 想要座拥天下 就得失去一些 待你助我得了这天下 你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何不好好考虑一下 容某想要的 并非三殿下口中的这一切 那女人呢 你想要的女人 可是我心中的女人 即便在殿下的心中 也要看她是否心有所属 你若算 在向我示威吗 只是不愿和殿下 同流合污罢了 第二次lat上 还能不能够 算是否 你也不愿和几下 你可要的 是否还能出事 你认为和尊重 我还能抵达 但尊重 你 ведь和尊重 也是要的 深藏不露啊 浅月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给谁陪葬 放他 否则叶天忆必死 警世子觉得 一命换一命 值得不值得 都别管我 即便我死了 也绝不能让叛军得逞 殿下你没事吧 四殿下来了 你们先撤 跟我走 四殿下来了 三哥 三哥 到底怎么回事 容金 容金他烦了 是 你 不 你 是 我 你 你 是 你 你 是 我 是 你 见过记载 齐国余孽竟能死灰复燃 正如四殿下所料 景世子 正与当年归顺天圣的慕容家 有莫大的关系 慕容家不是已经被灭门了吗 怎么还有逃走呢 属下不敢妄言 是否与齐国余孽有关 还要等抓到人才能知道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 你突然就不理我了 从明日起 你就回去吧 回哪儿啊 自然是渔王府 只有那里 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你还是在关心我对吗 你放心吧 我哪儿都不去 你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我和郡主 我和郡主 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 云郡主 我想还是不用再追问下去了 越是追问 越会惹得人厌恶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警世子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没有偷你说话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自是追随警世子而来 所以 你是因为他才这样对我的 小姐 小姐 别去的 好 郡主 你刚才逾举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以你的身份和使命 是不允许与云家之女 有丝毫纠缠的 容某自治轻重 多谢于葛主了 你先带莫格的兄弟们去休息吧 你知道就好 那我们先告退了 主子 我们去找点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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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景是由我亲自抓捕她 她会不会记恨于我 四殿下 你可是有皇命在身 可别伤了圣心啊 不行 我亲自去请景师子 好 来人 陪四殿下捉拿反贼容景 冷贵妃都招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皇上 臣冤枉了 臣若有此心 怎么可能去贵妃娘娘那里 这么堂而皇之 不是受人以禀吗 皇上 请皇上相信微臣 一定是有人在陷害微臣的 是谁陷害你 皇上 景氏死 便是当年慕容家的长子 这么多年 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他救济势力 韬光养晦 目的就是为了 发展荣王府的势力 他积累财富 就是为了要报仇啊 皇上 这次凤凤凰官之判 必是证据 就算凤凰官叛乱 确是他所为 可刺儿之事 真的与你无关吗 皇上 臣 真的是冤枉啊 这么多年了 朕一直对你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朕的眼不瞎 来人 拖下去 皇上 你们 prisoners 既然습니까 好啦 你怎么听 八万大军 禀官七年哪 朕真是小瞧了他 皇上的意思是说 这次叛乱 是三殿下所为 不要胜仗 你先行下去吧 遵旨 你也去吧 是 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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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秧子 一声不吭地把我扔在这儿 连彩莲都不知道去哪儿 这不是当日跟在锦世子身边的那位姑娘吗 大姐 您知道锦世子她人在哪儿吗 姑娘 别在这儿找了 锦世子已经被京城来的官兵连也给带走了 什么 说她在凤凰关起兵谋反 这却杀千刀的 皇上怎么会听信这种谣言 都说锦世子是当年被抄家灭门的慕容府的长子 容王暗中收养了多年 这次连容王府都被抄了 姑娘 好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着急忙慌的 锦世子 她叛乱了 什么 锦世子叛乱 还有浅玉 她现在也下落不明 丫头 我的丫头 我 云爷爷 您别担心 我即刻启程去凤凰关 一定把浅玉给带回来 一定把她给我带回来 您放心 我会保护好她的 来人 立即打点刑桌 不用了 刑桌我已经替你打点好了 咱们现在就出发 爷要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云浅玉她救了我 我得知恩图报呀 好 快快去 快去 爷 等我啊 好 都退下 是 叶天忆 你太无耻了 容景为什么会变成阶下囚 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你我心里再清楚不过 你不顾生死跑回来 竟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向我兴师问罪 是 我只想听听三殿下的解释 父皇相信什么便是什么 与本王何干 你这么做 不觉得有为良知 于心不安吗 这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为何要替他感到不安 好 既然三殿下不承认 没关系 待我回京后 我自会亲自向皇上 禀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 这样数来 玉儿 在我和容景之间 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 是 即便你我曾经倾心相恋 多年感情 你依然选择站在他身边 而不是和我站在一起 你错了 我的确做出了选择 但不是在你和容景之间 而是在黑与白 是与非之间 玉儿 如今你打算为了另一个男人 要眼睁睁地看着我现险 而我叶天意 绝不允许背叛 尤其 是你的背叛 对 你要帮着他弃我于不顾 甚至要为了他置我于死地 也对 没了我 你便能安安心心地和他在一起 对吧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我就算是死 也要追随容景 你的帝王之路 就是难可一梦罢了 你再说一遍 放开我 殿下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 您的心腹大患 一旦放他回去 后果不堪设想 留不得了 不行 他是月儿 殿下 请您清醒一点 以他的性格 一定不会对此事保持坚默 一旦放他回帝都 就意味着此事瞒不可瞒 既然您很不下心 那我来替您了断的 我自有决断 我自有决断 我现在就带你去山顶疗伤 很快就会痊愈的 这段时间 我们都太累了 累得我都快忘记 当年你 唱歌给我听事的情景 月儿 醒来 你还会再忘记一次吗 月子弯弯照旧周 月子弯弯照旧周 几家欢乐几家愁 愁杀人来观月时 得修修处且修修 月儿 你唱歌可真好听 易哥哥 你也唱一首吧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你唱歌呢 我 我唱歌可难听了 唱一句吧 我想听 好吧 月子弯弯照旧周 几家欢乐几家愁 难怪易哥哥从来不唱歌 原来是五音不全啊 你说谁五音不全啊 你再说一个啊 你别跑 你过来 你说谁五音不全哪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她去看一下 月子弯弯照旧的 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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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我只是有些许感慨 你我昔日失声之遗 如今 却被这厚重的木炸所组 你成了勾结叛贼的逆臣 而我 成了囚车外 亲自押送你的人 这是物是人非啊 臣所讲授的那些圣贤毅礼 安邦策论 并不会随着臣如今接下囚的身份 而失去他们的价值 臣当过殿下的先生 自然也了解 殿下并非外界所传言的完事不公 相反 殿下有天赋 有毅力 更有今后不负天生众望的潜质 您从前可从来没这么夸过我 你说说 如果你以前也要像这般多拍拍我的马屁 那我肯定不会跟小丫头凑在一块说你的坏话了 殿下讨厌臣 殿下讨厌臣 恐怕不是因为我没有多夸你 而多半是另有原因吧 全天圣的人 除了小丫头她自己 都知道我爱她爱她极 没想到 被你这个弱美人杰足先登了 你得到了她的芳心 现在在跟我炫耀是不是 殿下 看在以往师生请义的份上 可否帮我一个忙 你不必说 我自会照顾小丫头 她若知道你出了事 肯定会很着急 我会守好她 不会让她做出傻事 如此 臣便谢过殿下了 圣旨到 容景皆旨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 自有叛贼容景 前其余孽 欺瞒身份暗自屯兵 意图造反罪大恶极 将其收押于大内暗域 修后问罪 请此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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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姑娘 姑娘 你醒醒啊 老伯 你有没有在这附近 发现来自帝都的女子啊 没见过 她长这么高 没亲目秀的 我说 你们二位是什么人哪 我们 我们 在下哪 我们是夫妻来探亲的 听说啊 承熙那边 有一个帝都的女子轻生 后来啊 被救回来了 那承熙在哪儿啊 怎么走啊 往前走 一直走 到前面再打听 多谢老伯 走 你快点儿 还得赶回去熬药呢 知道了 知道了 真啰嗦 大大妈 走 多好的姑娘 之前还给我们施舟 怎么就掉下山崖了呢 还好被咱们碰见 老婆子啊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看这姑娘啊 命大 你没看天空呢 当时都出现了 红光相云 我看这姑娘啊 命格不凡 她将来说不定 是要做皇后的 你就别瞎叨叨了 快快快 快走快走 夫妻 姑娘家家的 柔子狠家 真是不知羞耻 我 我那是为了掩人耳目好吗 再说了 吃亏的是我 是吗 能与本世子假扮夫妻 我看你是甜如蜜糖 偷着乐吧 乐你个大头鬼啊 甜什么甜 真当自己是蜂蜜啊 这也不怪你 只怪本世子魅力过大 惹得小姑娘春心荡漾 不足为奇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这么喜欢跟我吵架 干什么 脸红了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你怎么出来了 你醒了 感觉好些了吗 好些了吗 是你们救了我 是 我们在山脚下救了你 是 我们就把你背回来了 多谢两位相救之恩 日后若是还有机会 潜月定当相报 姑娘 姑娘 你要去哪儿啊 你伤还没好 你该回去休息才是啊 我还有药室在身 必须要离开 你看 药我们都买回来了 是啊 再着急也得喝药 把身子养好了 潜月 是潜月 潜月 潜月 姑娘 快去